她48岁,进监狱,如今她60岁身材风满如18岁,在嫁豪门。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却能保持貌美如花。 我认真地看完了她的故事,一个传奇的女人。 很多人对她不屑甚至持之以鼻,但她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坚强乐观地面对,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女人本该如此依依刘晓庆她怎样站起来的,女人要学会像草一样坚韧。 2013年演艺圈最令人吃惊的新闻,莫果于著名影星刘晓庆,已58岁的高龄在美国风光出嫁。 新郎是降门之后,香港商人王小玉,据说对方对她一往情深,追求多年。 此新闻一出,反应最大的就是女人们,凭什么呀,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却能保持貌美如花,活得快乐健康,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最后还能嫁得如此如意郎君, 让我们这些为情感为健康为事业为家庭劳心劳力,却总感觉离快乐和幸福越来越远的女人们,情何以堪。 更有人大呼,庆姐威武,秘诀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探寻刘晓庆的人生历程,从中寻找答案。 刘晓庆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自称是昆仑山上一根草,意思是指自己生命力顽强,无论身处何种秘境都能够活下去且活得漂亮。 事实也是如此。 在刘晓庆的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挫折几乎是如影随形,她一直都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曾受人仰慕,也曾遭人唾弃。 迄今为止,她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挫折应是那次起始于2002年的税案风波。 当时,她因为旗下的多家公司涉嫌偷税漏税而被正式拘捕,而自己最亲近的妹妹、妹夫也因此案受到牵连,被逮捕。 当时这个案件备受关注,刘晓庆欲感到自己凶多吉少,她在一夜之间白了头。 但仅仅只花了两天时间,她就调整过来了,她详细立了一个书单,让律师帮助转交给自己的朋友,要求照著书单把这些书送来,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看书写作。 在秦城监狱的422天里,她每天跑8000多步,因为球是小只能竖步子,每天洗凉水澡,即使外面大雪纷飞被风呼啸也是如此,每天学英文,一直坚持到出来的那一天。 她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检查身体,一查,比过去还健康。 她说,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做十几年牢的准备。 我想,即使坐牢,也得有个好心情,好身体。 出狱之后,身家曾经高达1亿美元的刘晓庆面临深无分文,负债累累的状况,最糟的时候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朋友们纷纷提出要帮她,有的甚至提出人民币来见她,她都坚定拒绝了,你们在我落难的时候,依然把我当成朋友,我已经很感激了。 至于经济上的困难,我有手有脚,能自己转。 她给过去相熟的导演打电话,不管角色大小,只要付钱及时就行。 这位曾经的一线明星,极多个影后头衔于一身的以较著称的优秀演员,在那几年里,来者不惧马不停蹄的台戏,有的甚至是只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 她也不计较,也想得开,没什么,我能有能力有机会靠拍戏养活自己,赚钱还债,已经很感激了。 看事情总要往好的方面看,我很乐观。 有一次,刘晓庆与当时人气正旺的李宇春一同参加活动。 在后台,记者和观众都疯狂追逐助李宇春,为了保护这位新近人气王,唯一的意见贵宾是只能给她一人,刘晓庆和另外一些演员只能坐在过道里的椅子上。 有一名记者眼尖,发现了这个坐在嘈杂过道里的女人竟然是刘晓庆,立即把话筒递到她嘴边,庆姐,坐在这里有没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 她笑了,从容作答,新人辈出是好事,再说她还是我校友呢,我们都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 让本来希望能从以言辞直率著称的刘晓庆嘴里挖出几句猛料的记者庆幸而归。 这种从高处跌到谷底的豁达淡定,不是一般人轻易就能有的。 还有一次,江文拍摄电影《让子弹飞》,作为过去的恋人,现在的好友,江文很想借此机会帮刘晓庆一把,就邀请他来扮演剧中的现场之妻。 可刘晓庆看完剧本后,觉得这个角色并不适合自己,就果断拒绝了江文。 他对江文说,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把作品放在第一位,其他的都得靠边站。 我曾经最欣赏你的就是这一点,你不要把这宝贵的一点给丢了。我现在的这点小困难,和作品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他的剧演,让江文感动不已,私下里曾向朋友感叹,很多人都说我有情有意,在他坐牢的时候,竭尽全力帮他,其实不是我有情有意,这样一个女人,值得我帮。 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具体到当事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自己最清楚。 但是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晓庆,永远是那么积极,阳光,国力四射,他说,人生起起伏伏是难免的,好日子好过,但是把坏日子也能过出快乐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牛人。 与他在电视剧《阳门女将》中有过合作的香港演员张柏芝,曾经赞叹,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能吃苦,但庆杰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吃苦的演员了。 拍摄《阳门女将》时,很多场戏都是在沙漠里拍的,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刘晓庆却能在拍戏之余苦中作乐,教大家讲四川方言, 一直到现在张柏芝还能用四川方言说,好吧是安逸我。张柏芝说,那部戏虽然拍得很艰苦,但是因为刘庆杰,也拍得最开心。 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直到2010年,刘晓庆才完全靠一己之力还清了所有债务。 在还玩最后一笔债务时,刘晓庆感叹,接下来,我总算可以演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角色了。 此次结婚,刘晓庆在微博上高调秀出自己的婚纱照,皮肤光洁透亮,小妖盈盈一卧,惹得网友大发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个逆生长的老妖精啊。 更有网友发贴引得无数共鸣,我十四岁的时候,她是这样,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她是这样,我三十四岁的时候,她是这样,我四十四岁的时候,她还是这样。 这个女人,她把我们一个个都熬老了,只有她自己,还是这样,羡慕极度恨。 这些说法,让刘晓庆哈哈大笑。 一直以来,关于她的容貌和年龄,种种猜测就没断过,尤其是关于她整容的传说,传得煞有其是有鼻子有脸。 对此,刘晓庆很坦然,绝对原装,从未整过。那又是怎么保养的呢? 都知道,刘晓庆爱打羽毛球,她是中国明星羽毛球队里,无论球技还是勤奋都堪比职业选手的人,被队友戏称为女魔头。 坚持羽毛球运动,是刘晓庆保持年轻面容和苗条身材的主要方式。 此外,她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健康,演艺界人士很多都是夜猫子,基本上是晨昏颠倒,她却很少熬夜,晚上如果没什么事十点多就上床了,从不去泡吧。 早上爱早起,她说,睡觉是最养人的,我看现在很多女人,晚上不睡觉,然后又去花很多钱买昂贵的化妆品来弥补,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除去这些,就是她的好心态了。 除去这些,就是她的好心态了。 她曾经说过一句话,种种美容之道,最有效的一条是,心宽。 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庆姐脾气大,但是发了就发了,过后很快就忘,从来不生闷气。 四次婚姻,三次离婚,刘晓庆的情路不可谓不坎坷,但很少听见她像个怨妇一样抱怨哪个男人,也没听见她说过,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过往的感情经历,一定有过伤有过痛,但从未催她心中对于爱情的信念和向往。 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B时,刘晓庆对她并无特别的感觉,此后,她一直做一个默默的守望者,看出自己深爱的女人经历各种起伏,也经历各种爱情。 她一直以一个朋友和大哥的身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在她需要的时候,给予她帮助和安慰。 王小玉有过两次婚姻,育有儿女,儿女们并不同意父亲和刘晓庆交往,包括小庆自己也劝过她放弃,但是她说,我这样的年纪,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开了,唯独感情这件事,我要执着到底。 儿女们曾经问她,刘晓庆有什么地方让你不能割舍。 她说,小庆这一生经历过这么多苦难挫折,但是你看她,从里到外都是这么透亮,不抱怨,不自怜,活得这么积极,快乐,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她值得我的爱慕和等待。 也许幸福只为真诚,执着的人停留。 2012年,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大半生的刘晓庆终于想要一个归宿了,而一直守护住她的王小玉,是她最想停靠的港湾。 婚礼,由王小玉一手操办,从教堂选址,新养礼服,到入住的酒店,再到婚礼的摄影团队,每一个细节,她都力求尽善尽美。 她对还在中国拍戏的刘晓庆说,一切都交给我,你到时候一个人,什么都不用带,直接飞过来就行了。 而在婚礼的前夕,她将自己在美国和香港的两处豪宅,过户到刘晓庆名下,对她说,从此,你在美国,在香港,在北京,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了。 婚礼,在美国就金山近郊的一座位于茂密树林中的教堂举行。 刘晓庆身穿美丽的婚纱,由妹夫进军护送,在管风琴演奏的婚礼进行曲中,款款步入教堂。 在牧师的见证下,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并互向对方说出爱的誓词。 王小玉说,小庆,我亲爱的Liviere,多年的仰慕和期待,今天我终于能在祝福声中牵住你的手,和你走进这神圣的婚姻殿堂。 从此后,我会尊重你,呵护你,永远地深爱你。 如果说,人有九世循环,那么无论前面的路多么艰难险阻,我都将坚定不移地仍然举你为妻。 如果说,人在天国里会得到永生,那么在天国里和我相依相守永生的伴侣也必然是你,我深爱的Liviere。 刘晓庆回应道,WLLIAM,多年来你一直懂我,爱我,敬我,心疼我,对我呵护包容信任期盼,我愿意与你携手勇敢同行婚姻的路。 我会尊重你,好好爱你,走向属于我们的幸福。 真诚温馨感人的气氛,让全场来宾都热泪盈眶。 而对于由她的婚讯在国内的亡民中引发的各种议论和猜想,刘晓庆在微博上淡然自信回应,你想要得到一个出色的男人,那你就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 我仍然会年轻美丽地活住,仍然心怀追求幸福的勇气和决心。 如果我这样的年纪,依然可以得到幸福和爱情,那么,你也一定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